大家好,这里是尖小鱼 双十宠飞二正在热播中 自从现代莫连城与众告白小谭后 两人关系越发的亲密 而八王爷在与小谭相处时也越发的喜欢小谭 莫连城将一切看在眼里 所以故意在八王爷面前秀恩爱 让网友直呼,长长狠起来连自己都绿 在最新的剧情中,莫连城因为反时的加重 所以他在八王爷质问他身份时 自己将面具接了下来 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八王爷 并表示不久后自己将会消失 八王爷并不想未来的自己就这么消失了 所以就去找了刘千水 刘千水告诉他只有在合适的时机 将莫连城的元神寄存在他体内 他才不会彻底消失 正强莫连怀这时起病造反 并想要强取小谭 于是刘千水施法恢复了莫连城的五感 两个莫连城联手前去抢亲 可是此时的莫连怀拥有魔帝给的力量 所以已是强弩之末的莫连城被打成重伤 刘千水及时赶到将所有人救走 并利用莫连城居若时刻将他与八王爷合二为一 两份记忆也一并融合了 没想到在两人融合之时 冬月国时空产生了巨大磁场变化 这让取小谭恢复了前世的记忆 恢复记忆的小谭抱着莫连城痛哭 诚诚我好想你 如果你活不过来我也不活了 这时莫连城睁开了眼睛 帮他擦掉眼泪对他说 傻瓜我怎么会舍得呢 相信恢复记忆的两个人生活一定会很甜蜜 你们觉得两人之后还会有什么变故吗 关注新小鱼天天有鲜鱼哦